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书上说上面销售时要面带笑容 于是呢大壮在销售时撇着一个大嘴笑 只是左手提着刀吓坏了人家 二壮则是一进人家家里就往地上撒了一堆东西 并承诺说使用他的吸尘器可以分分钟的打扫干净 哪承想这户人家停了一点店 大牛是个机灵鬼 来到一家幼儿园三言两语的骗他老师让他进了门 却因为他教孩子唱了一首无良的歌被打了出去 三个人的销售致富之路只能以失败告终 大牛这个机灵鬼 不知道哪得来的消息带着大壮二壮去一家公司应庆 在路上大牛还是用一张假钞换了乞丐八十块钱 就只俩嫌大牛不地道反被怼了回去 到了公司之后由于应庆人数太多 大牛心生一计想通过勾搭公司里的胖妹子插队 大牛给胖妹子灌了一碗心灵鸡汤 又给了肩肩吻就把胖妹子勾引得七一魂八素 三个人成功地插了队被叫去面试 只是经理对三个人的销售能力有意义 就给他们推荐了另外一份工作 去拍附加千金小马的宠照 另外一边小素在一家夜总会工作 小马从美国回来赶到夜总会找小素 正巧碰到了小素被客户刁难 于是小马把小素带离了那个地方 并且还给他介绍了一份工作 做小马的秘书 接着小素给经理打电话 让他派车狙击小马 哪成想经理来了之后 搞了一个大乌龙 弄错了两个人的身份 贪玩的小马决定将错就错 当然经理也让大牛三人厚在美外人人 三人的目标只是 这三个色鬼一看到美女就沦陷了 但是计划还得执行 毕竟钱还是要赚的 大牛决定扮作一个有钱没爱的 重要自杀患者去实行计划 而大壮和二壮则是他的小弟 大牛成功的在游泳馆 引起了小素的注意力 还哭诉了自己的遭遇 获得了小素的同情心 二壮也成功的和小马搭了话 初步计划成功之后 大牛决定请小素吃饭增进感情 哪成想变化赶不上计划 又闹了一个大乌龙 大牛三个人在这里遇到了寨主 小素在夜总户的老板 也找到这里向他求婚 这家餐厅的老板 也就是小马的叔叔 突然回到了餐厅 场面乱得像一锅粥 于是五个人只好赶紧离开了 二壮和小马看对了眼 于是两个人都没有回家 反而在码头坐了一晚上 促细长谈 而小素这边他喜欢伪装成有钱人的大牛的钱 但是他也喜欢二壮的风趣和体贴 接着大牛为了达到目的 准备在小素生日这天给他庆祝一下 小马也为了和二壮更进一步 准备在酒里下药 大牛为了达到目的也在酒里做了手脚 就这样各怀鬼胎的两拨人喝了酒之后 就晕了过去 画面一转到了第二天 二壮和小素在同一张床上醒来 大壮则和小马躺在了一起 接着就各回各家了 大牛也在这次庆祝中拿到了照片 于是他去找经理做交换 经理给了他一张支票 然而电视上此刻却播报着银行倒闭的新闻 两个人不欢而散 经理一下子成了穷鬼 他心生一计 想通过绑架小马 勒索他的妈妈老马两千万 只是经理在最初的时候 就把小马和小素的身份弄错了 他所找的人自然也绑错了人 他们绑架了小素和大壮 大牛意外地知道了经理的计划 也想从中分的一杯羹 于是两个人决定勒索老马四千万 小马也说服了老马拿四千万去救人 在电影的最后一场闹剧结束了 经理被抓了起来 小素和大壮也在这次绑架中感情倍增 接着两个人同小马和二壮一起举行了婚礼 唯一没有意料到的是 大牛和老马居然碰出了火花 这部电影看着无厘头 却故事为下饭的神剧 一场闹剧算是成就了三对姻缘 当然了 女神叶子妹的颜值也是值得舔一波的 好了 今天的小杨说电影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欢迎关注评论加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